影片即將開始囉 拜託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一下啦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很棒 你發現原來二十八咖啡廳 外面有這麼漂亮的公園 我告訴你 我們這二十八咖啡 外面就是這麼漂亮 常常有客人就是外帶我們咖啡 然後來這邊享受一個悠閒的蝦午 我聽說這個公園 有一個很神秘的傳說 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們說 聽說這個公園某一棵櫻花樹下 有一棵櫻 那只要 什麼鬼話 這種鬼天氣哪裡有什麼櫻花樹啊 那是我這邊的老闆我都沒看過 對啊 真的有櫻花樹啊 你這個算是真的 而且看櫻花樹 不要說了吧 等一下 那個 那個告示牌寫什麼 投入二十八元 並誠心誠意的許願 你的願望就會實現囉 二十八什麼 怎麼可能啊 我想要許願 可是我沒有錢 二十八好了 不是二十八也太習慣了吧 我看一下我們有二十八 對啊 那是投一元耶 等一下 我有一個二八幣耶 我有一個二八幣耶 怎麼可能我剛好啊 怎麼可能有這個 我看一下我的 你錢幫我看一下 我也有一個二八幣耶 好啦 幫我給梅亞 許個月紅 好 我想要 好啦 我們年輕妹子才願望 梅亞許一下 我們已經沒有夢想了 好 想一想 好 想一想 好想好 我先 我先 你們投 好 因為最近天氣很差 一直在下 對 所以我希望可以趕快 雨過天晴 然後換一個好心情 好 好 那我想要 趕快春暖花開 嚇死了 想要春 想要春 春天趕快來春暖花開 OK 那我們一起 許下心願 好 許下心願 好 歡迎兩位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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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這個 贏了兩位代孫的女子 代孫耶 最近有什麼好事發生嗎 最近發行了我的新專輯 好美喔 謝謝 謝謝 後面就是花朵的感覺 謝謝 剛剛符合這個春暖花開 對 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專輯 好 我的專輯叫 春暖花開的地方 然後是我的全創作專輯 然後會叫這個名字其實是 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到這個地方 但是在到春暖花開之前 一定會有一些辛苦的過程 像專輯裡有歌曲提到 可能必須為了夢想搬家 或是到陌生的城市去生活 但是我相信 經歷這些過程 有一天一定可以到達 春暖花開的地方 沒錯 那因為這次這張專輯 是全創作嗎 對 壓力會不會很大 有一點點 因為這張專輯其實算 籌備了兩年 從兩年前要開始 兩年 所以裡面的創作 什麼都是你這兩年累積的創作 也有更之前的 像我以前在高雄駐唱時候的 心情啊 然後搬上台北之後的心情 前面取葉是許那個春暖花開 所以林怡就出來了 KIMALE 我們剛剛有許還什麼 雨過天晴 跟妳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剛好我要開演唱會 就叫雨過天晴 對 然後剛好那個雨就是換成我的 成方雨的雨 Oh my God 對 那這次的演唱會有沒有什麼 跟之前不一樣突破的地方 我覺得第一是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開演唱會 真的上一次看 對耶 第一年 但妳明明就唱成這樣子 很久 那有沒有很懷念 有一點點 就是其實 期待很久 然後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就 就是需要停止計畫 然後後來現在就 快好了 就覺得很期待 終於可以見到大家 然後可以唱新歌 新作品啦 然後演唱會 演唱會也會唱新歌 對 然後也會出周邊什麼的 所以其實都很期待 到時候大家多多支持Kimberley 多期待一下 那今天好不容易兩位 被我們這樣許願許出來了 沒錯 我們來好好跟大家聊個天 馬上進行真心下午茶 好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規則 我們這個規則就是 我們等一下我跟韋晶會 負責出題 是 然後如果呢 你們有做過的話 就要喝一杯Shot 那這個Shot呢 是黃蓮苦茶 那我們問完之後 我們還會再追問個小細節 如果你真的不想講 你就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風口 風口 本身尺度上有什麼 你有嗎 沒有啊 還好 你都可以問吧 愛最近很放了 她越來越放 那余婷呢 我就是 她本來就很放 她一直都 一個放在那邊 那Kimberley 感覺妳也是都可以聊耶 對 我好像都可以 對啊 她還滿 那我們今天只能 忌妒在靈儀身上 靈儀妳本身是 什麼都可以聊嗎 對 只是 會不會把它講出來 OK 大概是 那妳講也OK 我們就多喝一杯就好 就沒關係 大家聊聊天 OK 第一題 好 來聊 好 OK 第一題呢 那我問囉 好 第一題是 有沒有在演出的時候 發生過糗事 有的話就要喝 有出糗過就要喝喔 林姨妹 因為我才說到半年可能 沒有 妳住唱也算嗎 住唱也算 住唱算嗎 就是演出啊 演出啊 走音喔 住唱也算演出 走音是平常的事嗎 沒有 不一定是走音 走音 沒有就是 不是在 只是妳有沒有 很糗的經驗 有就要喝 妳說妳把走音當成是 平常的 對 因為走音不糗 走音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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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剃很嘴也要喝 對 就算喝不糗 那這樣全場都有啦 這還滿好喝豆耶 妳有什麼東西啊 雨菱妳先說一個最糗的 來 妳怎樣糗 演出最糗的 我想說她會超誇張 我很多耶 妳講一個 露出來那種 露出來那種 那妳頭有出來 在唱跳 然後就是 整個露嗎 就是那一片 一個背心 然後它斷掉的那種 那妳整個安全嗎 不安全 妳說整個點都露出來 沒有露點 就是那是一個 上面的那個 對 那就是好像 裲很容易露出來 對 這滿丟的 那妳就遮著唱跳完嗎 沒有的話就立刻就是那種 對 露掛的 可是因為露了 大概有十秒我才發現 妳有看到下面說 這可以提醒 蠻糗的啦 露很糗的啦 那艾莉兒呢 妳講一個 不是 它走音還好 妳只有走音嗎 我想一下喔 底哭露出來 不是很多以前女童活動嗎 為什麼 就那種 褲子破掉啊 褲子破掉 我以前穿那個很緊的褲子 然後那個拉鍊就這樣子 慢慢滑下來 所以我結尾姿勢的時候 我的拉鍊是這樣子 對 那妳們是內褲嗎 妳們是 對啊 內褲啊 直接露內褲 好穩喔 妳們女童很赤裸耶 對啊 妳們那個 而且她現在有沒有 超級大牛結尾姿勢 然後這邊是 然後打露一邊 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HIMALE可能要壓軸 好 林怡妳最醜的 我最醜的就是 我以前在駐唱的時候 唱抒情歌 唱了一半穿打歌 什麼 是要唱之前我先 割一下東西吃是不是 買送啊 我忘記了 那就是吃一隻穿打歌 然後下面就是很小 是打那一種嗎 這種嗎 就是不自覺就 很多 妳當下怎麼解決 就是也笑笑 有笑笑 沒有裝沒事 裝沒事太尷 還滿可愛的啦 HIMALE呢 妳的糗事 我覺得好像最糗的是 我也是去香港 一個頒獎典禮 然後那種非常的 就是 盛大的 然後大家都穿得 很漂亮的禮服 然後我也穿了一個禮服 然後 我就本身很矮 所以他們就給我很高的 高跟鞋 然後因為我是新人 我們是唱 大概四十秒 然後要趕快走下來 然後換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要趕快就是 跟上我的節奏 然後站中間要開始唱 然後我走到一半 我突然掉出 我從我的鞋子掉出來了 妳從來掉出來了 掉出來 因為其實很大 妳從鞋子掉出來 然後掉出來了 所以妳完全 對 然後 BOOM 然後 因為它要開始 然後馬上上起來 然後 我找不到鞋子 也太遠 所以我要走到鞋子 然後我就廣叫 然後幫我兩個 兩雙都掉出來 因為然後就 然後因為我腿很不漂亮 所以它感覺就很 妳那個整體 面乾 對 然後那個舞台超級大 然後我就是 唱完 然後大家還給我唱 真的覺得我太 所以大家看到妳的裸腳嗎 那音樂也沒掉 沒有 就是很軟 然後就是 然後我鼻上眼睛 就是耶 這個時候大概是什麼 幾年前 大概十八歲的時候吧 差不多 第一年出道的時候 有 它這個贏耶 瘋到不行耶 它這個贏 對 這個還 然後我就下台 然後開始哭 妳還是很在意的 妳還是很在意 這是妳的誰 我在意妳啊 我以為她很樂觀啊 十八歲應該更在意 對 因為我第一次 然後我其實頒獎點也不太了解 所以還滿緊張的 OK 精彩 第一題先為Peace 現在開始要問比較深入 OK 比較重 點點 來 第二題 請問有沒有曾經在家裡 講過別的女明星的壞話 這個一定要認真 好一點喔 我覺得這不可能沒有家 明星 我覺得這不可能沒有家 明星 明星 不能 不會 這邊 網友 這個一定通常都會多多少少 對 工作上沒有遇到 可能有一些 真的不OK的人 對 因為演藝圈 和Eา 可上場來賓都講啊 passage 不能 我們不能逼她 為什麼 不能逼林怡 我們要放過林怡 反正就大家都有 我想知道 等一下 我們現在 她最近很想說 我們先讓她休息一下 林怡 你要想說 我們先看 我看林怡的眼神 是可以說的嗎 不行啦 好啦 不行啦 好啦 OK 沒事啦 放過她 放過她 好啦 你講誰 沒有 就是你看那種金鐘金嘛 有時候可能會講 你憑一下他們的衣服 憑什麼講 好 我們題目是身邊的耶 我們題目是身邊的耶 那一定有女團講到爆啊 你不然說 我會 我會 那其實沒有 但這不是講壞話 這是你第一個反應 譬如說你喜歡這個包包 你覺得這個很漂亮 對 就形容她 對 或是覺得她的身形 不適合這一套那種 對 那我再問一題 好 再問一題 但還好 有沒有曾經 用小帳罵過別人 就譬如說 小號 用小帳號去罵 可能你罵酸民啊 或什麼之類的 不一定要是藝人 就酸民也可以 幫自己講話一下下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酸民的這個文化 啊哈哈 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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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玲還好 林玲沒事妳先喝 但這個很正常 因為我爺爺喔 林玲我也有 好喜歡 Kimbly妳沒有 Kimbly又直接的 然後跟小帳嘛 然後大帳罵 他聽說也是大帳嘛 對 林玲很棒 林玲妳的小帳是大家都知道的 還是就是朋友知道而已 朋友知道 那OK啦 那帳號是什麼 不行啊 這個真的不能講 不能 不能 而且我們每次罵完 就會再把那個帳號 改過一次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就很怕被發現啊 我沒有小帳耶 換一個 因為妳也是屬於直接罵的那一型 我也是直接罵的 但是很好奇就是林玲 大家要罵妳什麼 對啊 妳在罵什麼 妳感覺就是 妳那時候發的這是針對 可能攻擊的酸民 還是人 就是圈內人 誰 都有 都有 妳的確信 等一下 林玲拜託 妳的推開給我推中 太輕 我好想吃 林玲 請大家多多吃血 她是蘇瑪華派的地方的林玲 請大家多多吃血 很溫暖 很溫暖 我覺得很溫暖的人 背後還是要有一些 抒發自己的 不然因為林玲這個題目 我覺得專輯更值得一聽 對 對 要適時的抒發 一定要是 怎麼可能每個人 檯面上一百分溫暖 不相信 對啊 好 沒事 今天跟大家聊都很開心 好開心 那剛剛那個 KIMBERRY說有要演唱會嘛 那可不可以先暖身 為我們帶來一首歌呢 好 好的 好 那我們帶來的歌曲是 Always Be My Always 歡迎陳凡宇 我想說就叫吹 你間為我愛你 冒獄就像當地 Ve My Always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好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漫漫 視線變得模糊 沒有你的線索 曾經也有試圖 假裝無所謂 或是真的在夢 You'll always be my always 夢著你 想著你 回憶打亂 寂寞眼看 意義翻了 Birth days and always and Down stars have been so hard to repose 不小心變成了生活最美麗的意外 努力忘掉還是存在 就像心中最愛的歌 思念心像一條 都解惡心卻無角 劫不動每一份每一票 Oh my God 你是不是有一點微微換唱法 對 她剛剛唱得很收斂的 沒有那種 因為對你的印象都會感覺 你副歌是不是要飆了 結果她飆的那種是 輕輕的上去的那個音 很好聽耶 謝謝 妳要刻意換嗎 還是今天喉嚨不舒服 Well 我覺得是因為 那一張專輯是Work From Home 所以我寫的歌都比較 輕鬆 我覺得 可是妳念過什麼 妳剛剛那一支 Work From Home 就是專輯的名字 對 對 就是疫情的時候不是W 不是 妳這句什麼意思 什麼 家裡怎樣的 在家 對 在家裡 Work From Home 在家 在家裡工作 對 在家裡做出來的 對 因為剛好這一張 是在疫情的時候 對 就是大家要待在家裡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的情緒 沒有很激 對 比較輕鬆 所以歌都比較慢 然後也比較沒有那個 大的欺負 我覺得她很厲害 就是能收又能放 大家一定到時候 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 Kimberly現場的表情 應該是吼跟放都有吧 一定都有啊 好像因為真的時間很長 如果我整個都很安靜 會有點 想睡覺 然後如果我都在吼也很累 所以就會選好一些 比例會調好 對 盡量調好 期待 好 接下來林茵 可不可以為我們唱一首歌呢 好的 帶來的歌曲是 我只想醉倒在春暖花開的地方 歡迎林茵 era又安靜的可是 當heads要不安靜的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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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摔你就viv deliber了 我的眼睛 卻曝光過度 比長大的世界 漸漸模糊 我只想最高在 全都化開的地方 讓溫暖的風 輕輕撫抹 看著花朵飄飄蕩蕩 我只想最高在 全都化開的地方 眼光下有蝴蝶飛舞 夜晚和影子跳舞 我只想最高在 全都化開的地方 讓溫暖的風 輕輕撫抹 看著花朵飄飄蕩蕩 我只想最高在 全都化開的地方 陽光下有蝴蝶飛舞 夜晚和影子跳舞 很好聽耶 想問一下這首歌當時在什麼 一樣的環境下創作出來的 這首歌其實是在講關於追夢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因為 家人的關係啊 或是因為現實的壓力 所以他們只能做著自己 不喜歡做的事情 對 對 然後這首歌就是想要 送給每一位 心中都有夢想的人 希望他們有一天都可以到達 屬於自己春籠花開的地方 剛剛也有那個 巡迴的演唱會 要不要來宣傳一下 我看一下喔 從台南 再來是台南 四月九號 然後還會去台中 還有台北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聽歌 歡迎多多支持你 那最後那個Kimberly 在這裡要宣傳演唱會之前 因為剛剛我們有一題就是 有沒有私底下冒 她好像滿想講的 沒有 妳告訴我們近期 妳有沒有曾經 對 近期 那妳最後一個 哪一個妳明星要妳發生什麼事 就是 應該是說 然後我會想要分享 是因為是在 等一下 很久 這裡嗎 余百嗎 對 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 妳沒有很久 很久以前 妳沒有來過 超久以前 怎麼了 我大概十七 十八歲的時候 大概十年前 大概十年前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 好像才藝單元 單元 我以為他講錯名字 才藝的單元 然後 我在那邊跳舞啊 我什麼的 然後好像就是 那個時候有其他的藝人 然後我們就要給彼此評分 他們在評分的時候就說 我很胖 一個女生就說 她很胖 那如果她減肥的話 有可能會更好 那就是 只是說負評的時候 她直接這樣講 然後我剛開始不知道 因為我聽不懂 有一點也沒有怎麼樣 然後在後台的時候 她走出來 那個時候我的經驗 有點緊張 因為她 她怕妳心情不好 對 然後我就好像 因為妳聽不懂嘛 對 然後她就走過來說 不好意思 我只是在做節目下午 妳不要接 然後我那個時候踩之後 我說 我以為妳剛剛被她嗆了一下 然後我回去看 然後我就發現 她在做這個 然後我就 我就每一次看到她 我會覺得 就是很討厭 聽不懂妳講話太真實 太好笑了 來 這張拿給她看啊 誰敢說妳胖啊 對啊 謝謝 我們來宣傳一下演唱會 就是四月三號 在台北的Legacy 然後四月四號 在台中的Legacy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聽我的新歌 很開心 謝謝 終於可以唱新歌 很精采 今天謝謝林怡跟Kimberly 謝謝 多多敬她們兩位 好可愛 拜拜 好